好,我們現在為各位介紹是這個Liquid in Magic 就是這個風鏡式的攝影機 那這個其實是Liquid in Magic的Impact Series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是720P的 720P 那這個是黑色的 那看一下這個是紅色的 這個我已經開箱了 那這個我已經在今天晚上做了第一次的錄製了 那跟大家講一下 看一下這個地方其實就是它的鏡頭 那放心,它是防水的 這個是防水鏡頭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頂端 這裡呢,這兩個地方其實就是透氣的海綿 那裡面是可以看到直接通到裡面去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裡 這個就是它的整個主件 就在這個地方 OK 那如果 等一下我會按開關 你們就可以看到 那左邊的話這裡就是電池室 那這個電池室其實 還蠻簡單的,這樣就可以打開了 那這個電池就可以拿出來 拍攝時間大概是兩小時 二十分鐘左右 大概兩小時 大概兩小時 那這一邊呢 其實就是記憶卡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 這邊就可以把記憶卡整個拿出來 在這個地方 記憶卡的 那這個是充電的 USB充電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開關 那它整個的開關 事實上就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攝影的按鍵 所以一旦我按住 那各位大概都有聽到聲音 那事實上我把它轉過來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現在是紅燈 那它紅燈亮表示 它現在是屬於拍照模式 拍照模式 那如果說 我把它 切一下這個power 這個部分 這一顆 如果我切一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它事實上已經變藍燈 那現在就是 直接處於我們的攝影模式 攝影模式 那如果我按一下第一個按鍵 這個部分 這個第一個按鍵的話 那它就會開始攝影 那各位看一下 好 那它現在就開始攝影了 那你會說 那晚上我這樣帶會不會影響我的視線 我剛剛晚上試過 事實上是還好 是還好 是不會影響到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海綿 這一款720P這一塊 海綿事實上 它是沒有辦法更換的 意思是說 你是沒有辦法自己去 就是如果有 久了 它是沒有辦法更換的 所以可能就變成 你自己要拆掉 然後去拆 類似這種泡棉 再把它黏上去 那它另外一款 比較先進的是1080P 那應該是年中到年底會進來 那這個部分 這一塊海綿就是可以自換的 可以換的 那 這個鏡片呢 事實上它總共有8種鏡片 是可以更換的 當然這個是平光的 就是一般的 那它這個其實是 風鏡是 是軟的 不是那種跟男全帽一樣 是硬的 那我今天晚上其實下大雨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影片 下大雨其實它的 呃 它根本不會起霧 那其實老實說 我對這個 風鏡式的攝影機 我是第一次接觸 那我剛剛也到車行去 也詢問了 呃 一些高手 那他們是說像這種風鏡 只要遇到下雨 這邊是一定都是起霧的 就是裡面都會起霧 那我剛剛 剛剛騎這麼久 其實 一點霧氣都沒有 那表示它 它的防霧 就是防霧做得非常好 那我在猜其實是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通氣的 通氣的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整個攝影 攝影的鏡頭的組件 那這個摸起來應該是有點像散熱的 呃 散熱的片 散熱的極片 在這個地方 OK 那 翻這個下面 讓各位可以 可以看得到 嗯 好 那事實上它是把 這個鏡頭的主件 主機做在這個地方 那透過裡面有小的電線 那這邊是做電池 這邊是做電池 那這邊呢 記憶卡另外一條電線 是來這邊做 連接這個記憶卡 所以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呃 風鏡攝影機 那畫質到底怎麼樣呢 我剛剛晚上已經測過 那等一下我會PO到YouTube 讓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 Liquid Imagic 呃 Impact Series 也就是 呃 風鏡式的齁 包括 它的用途就是用它越野單車 齁 越野單車還有像 越野車上面 OK 那看起來好像還不錯齁 那注意一下因為我把這個鼻罩 這裡本來也有個鼻罩 我把它拿掉了 因為我直接要砍我的鳥帽齁 那你如果直接佩戴的話 事實上 這個鼻罩 齁 就是這個鼻罩事實上是可以拆掉的 齁這個拆掉 那各位看到這個就是整個包裝 齁整個包裝 那其實做的還算蠻精美的 那你會問說那產地哪裡 抱歉 世界工廠做的 大陸齁 但是這個是由 呃 美國的大廠Liquid Magic 呃 這個部分 這是他們做的 好 那這個就是整個 Liquid Magic 風鏡式攝影機的一個 介紹齁 那麼等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齁 呃 影片我就會上傳到YouTube上面去 OK 就這樣子囉 好